日前 刘青云 古天乐 李星杰等出席灾难3D电影 逃出生天发布会 为配合电影火灾的主题 电商更在现场放真火 让传媒感受一下强大热力 连发布会都是用真火 电影中更不用说了 诚意是够了 不过这可让两位型男怨声连连 大呼导演是骗子 我历史受到很大上海 是导演骗 导演说他有特技 现场还是那么多火 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同的是 因为特技的关系 我们现场放得比 应该比较小 但是也是骗人的 用特技把演员骗镜组 导演彭顺的手段实在是高 不过眼下导演又在酝酿开拍续集 这回古仔和青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妥协了 但是不怕 因为导演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她的夫人兼女主持人李星杰 他们一直说 他们在想拍第二集 对啊 我听说过的 那你们会接吗 李星杰在这里 有人很难回到的时候 你都走了胡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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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